TBK958A激光拆平打标机 下面给大家操作演示一遍 首先插上电源 打开电源开关 打开电脑开关 完全启动 下面我们开始安装自动夹具 首先将镜头盖打开 下面由áb sabemos 打开电脑开关 还有摩托 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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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群组 选择选择架工 不算选择架工 首先我们先选中 点居中 出入居中 主标购买地方点一下 然后选择边框 然后打开屏中 我们看到一个 苹果叉的外框 好,我们拿自动夹具 先打开夹具 苹果叉后壳 用夹具 然后选择最交键 然后选择最交键 最好夹具 然后我们手动移动夹具 后壳 让红光和什么 后壳完全充合 然后 另一条 上入小孔 然后上面一个 然后螺丝 固定螺丝 固定螺丝 固定螺丝过程中 不要太用力 以免把夹具拉偏 再紧就可以 检查红光有没有动 确保红光和手机完全充合 就可以 加一堆固定 然后我们点停止 然后手标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全部我们全部框选图子 然后 然后编辑 然后我们组合图子 再点填充 F 勾选请用 填充图子 关闭 填充页面 然后再打开空挂 确认一下 55之后 我们点停止 再按下启动键 です 2个 3个 4个 5个 2个 5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現在弄出了 來集中 來後面集標課 來集標課 放入漫物 放入漫物 炒到漫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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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用我们大红的玻璃 让我们接力推老压磨去